《你是我的荣耀》是一部由杨阳和迪丽热巴主演的甜宠电竞剧 在这部电视剧中杨阳扮演的于途和迪丽热巴扮演的乔晶晶是两个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同学 告别了青涩年代的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上已经有了卓越的成就 乔晶晶从211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了红电全网的明星 还代言了《王者荣耀》这款游戏 而于途则是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了航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两个人再度重逢就是因为王者荣耀 为了保住自己代言人的位置 乔晶晶用小号开始了刻苦的训练 而于途则是因为想要换一份工作的原因开始了自己的休假 于是两个人在游戏中相遇 乔晶晶请于途做自己的游戏教练 两个人开始了一段关系亲密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两个人的感情不断的升温 直到得知于途要再次回到研究所两个人要告别 乔晶晶再度对于途表白 可是没想到却被拒绝 其实在高中时代乔晶晶就曾经向于途表白过 但是当时于途就一口回绝了她 这次乔晶晶好不容易再次鼓起勇气表白 最终却还是被于途给拒绝了 这次虽然跟上次相同都是被于途给拒绝了 但是却有着两点不同 让人感觉好事将近 首先就是这次于途认真的思考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才选择了拒绝乔晶晶的表白 上次表白是在两个人的高中时期 于途当时根本就没有在意乔晶晶 只是觉得这个姑娘有点莫名其妙 也没有想过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次却有些不同 是于途在认真的思考过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收入之后 觉得自己配不上乔晶晶才主动选择放弃的 虽然说都是由乔晶晶表白的 但是却给于途的心灵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第二次的时候可以明显察觉到于途的不舍 其次就是拒绝乔晶晶时的态度不同 第一次拒绝的时候于途表现得很不耐烦 甚至连一个拒绝她的理由都没有 这让乔晶晶委屈了好久 第二次就不同了 于途不仅解释了拒绝的原因 还说出了你属于耀眼的世界 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这样伤感的话 所以乔晶晶虽然再次被自己的男神拒绝 但是却不影响两个人继续发现 因为于途的心理已经情根深重 只是她当时没有发觉而已 等到她回想起两个人这段时间的相处经历之后 就会忍不住喜欢上乔晶晶